在我们的印象中 非洲都是一些贫穷 落后 战乱不止的国家 实际上 非洲还是有一些经济比较发达 民众比较富裕的国家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塞舌尔共和国 坐落于非洲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 1976年6月29日 塞舌尔宣告独立 成立塞舌尔共和国 属英邦成员 全境半数地区为自然保护区 享有旅游者天堂的美丽 塞舌尔位于西印度洋 由一些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 这个国家的陆际面积 只有455.8平方公里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放在中国 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曲线 不过国家小也有小的好处 随便搞点什么东西出来 都能创造一番经济奇迹 塞舌尔属于岛国 风景秀丽 全境50%以上的地区 被辟为自然保护区 素有旅游者天堂的美丽 因此每年都有许多游客 慕名而言 撑起了塞舌尔旅游产业的一片天地 据有关数据显示 这些来自全球的游客 每年可为塞舌尔带来一亿多美元的外汇收入 塞舌尔总共还不到十万人 光是旅游产业的收入 它们每人都可以分到一千多美元 旅游产业的发达 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推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所以塞舌尔比南非 毛利球斯等国还要富裕 中国人均GDP为八千多美元 而塞舌尔的人均GDP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美元 在非洲排名第一 在全球排名四十九位 是非洲国家中 唯一寄身于全球五十强的国家 而中国在这个榜单上的排名为七十三名 塞舌尔与中国于1976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两国关系发展顺利 2011年12月 中国访问塞舌尔 塞舌尔外长亚当向外界表示 塞舌尔正邀请中国在其境内 马埃岛设立军事基地 以打击亚丁湾海道 马埃岛是塞舌尔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每年都有大批中国游客前往旅游 据塞舌尔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 2011年全年 前往塞舌尔的中国游客人数超过两千人 亚当认为 中国在马埃岛设立军事基地打击海道 有利于保护中国游客的安全 但是中国就给出回应 根据护航行动和其他远航任务需要 中方会考虑在塞舌尔其他国家的合适当 进行补给或新领 这就从侧面 蜿蜒拒绝了塞舌尔邀请中国建立军事基地 中国为何宁愿在塞舌尔的港口进行补给或修正 也不愿意建立军事基地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建国以来 中国的国防建设自始至终都是围绕战略防御而进行 再加上海外基地看起来很温室 实际上很烧钱 美国每年光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每年都要耗费20多亿美 足足可以建造一艘埃森豪尔号航空母舰 如果中国在塞舌尔建立军事基地 必将成为一个负担 虽然中国没有在塞舌尔建立军事基地 但从2008年开始至今 按照联合国的相关规定 中国军队一直在亚丁曼海域进行常态化护防 防范喊到袭击 保护中国人民的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